上周末,C罗完成了加盟游文图斯后的正赛首秀,班马军团在一家联赛接木掌课场3比2显身欠握曲的开门红,这场比赛的本身并不重要,外界更关注C罗的表现。 遗憾的是,葡萄牙巨星并未交出令人满意的成绩班,C27射门八次,没有取得进球,也没有贡献助攻,很显然,C罗的表现,与外界的期许有很大差距,那么葡萄牙巨星为何会这样呢?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,两大问题制约着C罗,今年夏天世界杯还未结束,C罗便确认离开黄马,以1.17亿欧元的价格加盟游文图斯,成为一甲祖坛的标王。 游文图斯宣布这一消息是在7月10日,C罗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亮相,随后前往中国参加商业活动,这个夏天,C罗大部分时间都没闲着。 所以额外获得了休假时间,并在7月30日开始参加球队的季前训练,需要指出的是,C罗抵戴游文图斯时,大部队还在美国进行国际冠军杯,直到8月4日与黄马的比赛结束后才回到独陵,很长一段时间,C罗在独陵单独训练,加盟游文图斯后,C罗在季前唯一一次代表游文图斯出展是在8月12日, 是一场一线队对阵预备队的比赛。那场比赛,凡马军团一线队5比0大胜,C罗打进一球, 而8月18日,2018-2019赛季一甲联赛接木战,游文图斯和场战协握的比赛, C罗首发,从C罗正式在游文图斯开始去练,到参加第一场正赛,前后仅两周时间, 与新队友和练的时间更少,虽然C罗是成名巨星,但要知道他已经33岁, 面对着一个新的环境,新的队友,这些时间根本不够,他熟悉游文图斯的一切。 所以,C罗第一场正赛发挥不佳,应该是情理之中,在游文图斯,他需要一切从零开始, 第一步就是适应球队,事实上,数据也证明这一点,C罗战协握的比赛, 一共传球30次。 在首发球员里,仅比守门员石琴斯里的传球次数更多, 至少在目前,C罗与队友格格不入,他需要时间来了解。 此外,游文图斯主帅阿莱格里的战术布置,也限制了C罗的发挥。 本场比赛,他被放在中锋的位置上,在4-2-3-1的体系里, C2-7是那个1,他在黄马效力期间,很少出现在这个位置上。 C罗现在的踢法是中锋不假,但他并不是真正的中锋, 葡萄牙巨星需要一个本则马给他牵扯空间,这会让C2-7的跑位更加灵活。 在阿莱格里手下,C罗第一场比赛犹如桥头堡一样,完全暴露在前场, 这会让他的威胁性下降很多,无论是适应游文图斯这个新环境, 还是阿莱格里制定的战术,C罗目前还不适应, 这两个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,并不是依靠不到两周的时间,就能够完成大跃进。 C罗的实力,无容置疑,但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,适应能力在下降, 他可能要比年轻球员需要更长的时间。 过去几个赛季,C罗即便是在黄马,在经历了一个赛季之后, 度假归来,也需要重新适应,所以经常出现的现象是, C罗上半场不进球,遭遇外界所谓的断崖式下滑, 但每一次最后都是C罗打脸,用神有的竞技状态证明自己。 所以,C罗在游文图斯正在守秀不进球,并不以为着什么, 对于球迷而言,需要做的是耐心,因为作为这个新球的最好的球员, 外界无需担心C罗,从黄马最近几个赛季的经历来看, C罗随着赛季的深入,会逐渐找回巅峰的感觉, 由于游文图斯在意大利赛场是巨无霸的存在, 球队赢球的压力不大,游文图斯真正需要CRT的时候, 是年后的欧贯淘汰赛开始,那才是斑马军团的最终目的, 依靠着C罗在欧贯赛场上的经验,最终实现夺得大尔多奖杯。